这股林彪 这要大下晋州 他就掌握了战场的朱东泉 怎么 他就高不明白呢 给橙子花发报 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 我只要塔山 立即发报 快 这是辽沈战役中最为胶着的一幕 林彪心急如焚恨不得亲自披挂上阵 表面却依旧窥然不动 他口中的塔山指的是塔山村 国共两军已在此地熬战整整五天五夜 上级结尾说道 国民党为增援锦州 不断调集军队前往葫芦岛 总数超过十万人 这些大军通通被我军压制到了塔山防线 进退围谷 如果国军正面攻破了东野塔山防线 不日便会到达锦州 多了这十余万敌人 我军在锦州的机动部队将会面临被前后荷卫夹击的威胁 同时 如果魏力皇顶不住蒋介石的施压 派驻扎在沈阳的国军支援锦州 东野的后勤通道极容易被敌军威胁 万一补给县被敌军切断 我军只有全面撤退一个选择 撤退则宣告了解放军在锦州乃至整个东北的战败 因此 塔山一战的结局 肩负着整个辽审战役的命运 事关重大 林彪不敢怠慢 当即命令东野总预备对一纵驻守塔山防线后方高桥 四纵负责正面阻击来势汹汹的庞大国军 四纵的指挥官 就是曾全歼国民党二十五师 打出新开领大捷的东野虎将胡奇才 塔山村地势平坦 到处都是低洼 无闲可守 且修筑攻势十分困难 四纵想要守住塔山防线 只能通过和敌军应拼 对面的国军不单人数众多 装备还十分先进 匪及战舰样样不缺 牢牢掌握制海权 制空权的蒋介石对塔山之战信心满满 于是安排自己的亲信 十七兵团司令侯敬如指挥战役 美其名曰断练断练 实际就是想帮嫡系积累军功 侯敬如突然接到老蒋命令 需要时间回到大后方整理调动部署 因此国军塔山前线指挥官 一直暂时有54军军长 雀汉谦担任 1948年10月10日凌晨 初来乍到的雀汉谦急着抢攻 还没等到侯敬如回到塔山前线 毫无前期准备就仓诉指挥 三个师率先发起重锋 国军62师趁黑夜偷袭打鱼山倒 东野四纵在此处紧筑扎了一个班修筑攻势 寡不敌众 打鱼山倒战血失手 胡奇才收到战爆后 盲令我军实施29团前去增援 34团侧应 两团包抄合围之下 打鱼山倒重新被我军夺回 天亮之后 大规模攻击正式打响 国军海陆部队配合同时开火 空军俯冲扫射我军阵地 我军战壕顿时被敌军火力覆盖 燃起熊熊烈火 攻势几乎被摧毁殆尽 一轮火力攻击过后 国军用上了经典的无脑战法 不顾对面军力部署 一股脑密集冲锋看到解放军就打 国军虽然战壕已被摧毁 但武器还基本保持完好 四纵战斗力仍在 战士们直接拿起冲锋枪和敌人近距离对决 死伤惨重 顽强地抵挡住了国军一整天的连续攻击 10月11日上午 去汉迁加派157师到前线 此时联合再度对我军塔山防线发起冲锋 第二天敌军的火力覆盖比之前更加猛烈 四纵战士们大批被炮弹炸死 甚至靠近土墙堡垒的战士们没等冲锋 就直接被敌方空军扫射震起的沙土火买 战斗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 白台山等一线阵地上 我军守军全部战死 阵地一度失守 下午 我军趁着国军火力攻击暂时减缓的空档 急速反扑 与敌人展开拉锯战 四纵二线部队集中火力偷袭敌人后方 子弹打完了就展开白刃战 夜幕降临之时 白天失守的阵地已全部被我军夺回 10月12日 已经打了两天仗的国军才想起来详细勘察地形 于是自行休战一天 四纵战士们赶紧趁此机会弥补战前准备漏洞 连夜修住更加坚固的攻势 10月13日清晨 国军再次发起冲锋 新修的攻势承受住了敌军的火力考验 大体完好 却和千剑全面进攻不管用 决定分而击之 最派独立九十五师主攻乔头堡 独立九十五师是国军的王牌精锐 战斗力非国军普通师的乌合之众可比 全是以团为单位波浪式冲锋 不给四纵喘息之机 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 战斗力异常强悍的独立九十五师 四纵傲然亮剑 子弹打光了拼刺刀 手榴弹用完了直接肉搏 这一天 四纵伤亡极为惨重 整连甚至整营战死 但没有一位战士后退 这一天 塔山阵线九次失守 终于在第十次 冬夜战士们把阵队夺了回来 冰冷的数字背后 是四纵战士们的热血牺牲 一线部队打没了二线顶上 前哨打没了后排顶上 无数战士死死拼着一口气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拉响手 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十月十四日凌晨 塔山防线最危险的时刻 白天血战 晚上连夜抢修攻势 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 偷袭的国军成功得手 桥头堡沦陷 意味着周边的铁路网已落入敌手 我军的补给大动脉将被掐死 军情紧急 冬夜第二军团司令员 程子华联盟率军救援 魏崇夺桥头堡阵地 战士们抱着必死决心 吃了最后一顿饱饭 战局前所未有的壮烈 负责正面进攻的三十四团 全团只有二十一人存活 负责侧英的三十五团 仅有不到一百人存活 那些牺牲的战士们 再也没有机会 吃上一口热乎乎的东北菜了 四纵战士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十四日晚 塔山阵地又回到了东野手中 整整五天五夜 国军海陆空旗上阵 众火力一波接着一波 王牌部队清朝出动 愣是没有拿下塔山 我军战士们死死守住前线阵地 为辽沈战役的盛局 投下了至关重要的意思 国军的王牌独立 九十五师伤亡也很惨重 剩余人员只够整编一个团 面对如此惨壮 主将罗奇决定十五日休战一片 十六日清晨 驻扎在葫芦岛的国军 得到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坏消息 锦州已被东野解放 此时进攻塔山已毫无意义 葫芦岛国军的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安全撤退 塔山狙击战以四众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 四众在塔山浴血奋战 兄弟部队同样在与国军生死决斗 十月十日 塔山狙击战打响的同一天 国军西近兵团总指挥廖耀乡率部 与我军东野武纵在锦州旁边的张武县击战 为避免不极限被国军拦腰截断 武纵采用速战速决的打法 几个外围据点战况极为残酷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 武纵发动总攻 明镖集中武纵全部炮火轰向锦州 锦用了十分钟就在城墙跟炸出了一道突破口 武纵战士们随即涌入锦州城内 与防守国军展开巷战 巷战异常惨烈 面对国军机枪连续不断的扫射 武纵前排部队以人肉作盾 掩护机动部队端掉了敌方一个又一个守备点 锦州和塔山之间的距离仅不到二十公里 在攻城的这几天 塔山方向传来的战斗声响 极大的鼓舞了武纵战士们的事情 四纵的兄弟们正在为自己拼命 我们武纵不能辜负兄弟部队的浴血牺牲 早攻下锦州一天 四纵的伤亡就能少一点 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 武纵战士们奋勇拼搏顽强冲锋 硬生生撕开了敌军锦州防线的大口子 机动部队巧妙运用穿插分割战术 急速打乱敌军部署 当天傍晚 国军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主将范汉杰弃城逃窜 国军全面崩盘 10月15日下午18时 锦州被我军解放 此时拒武纵发起总攻仅过了31小时 锦州攻坚战我军残胜 国军伤亡约19000人 背负8万余人 我军伤亡约24000人 虽然付出了极大代价 但东北国军已经完全失去了 从陆路撤向山海关内的可能性 锦州失守后 蒋介石彻底乱了阵脚 带着杜玉明飞往沈阳 驾空为丽皇亲手为操 从锦州败退的廖耀香 手上还握着第九兵团 这是国军在东北最后的十万精锐 是手还是撤 就在这个接骨眼 国军又发挥了优良传统 内讧 微操达人蒋介石一心想着收复锦州 威力皇希望所有部队都来守沈阳 杜玉明则认为东北战事已成定局 不如撤退保存实力 蒋介石执着于锦州 除了有战事方面的考量 还有其他小心思 美国要求国民党必须守住锦州 否则不再给予军事援助 美元是蒋介石的救命稻草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杜玉明被老蒋紧急从徐州调到沈阳 本就心怀不满 看到为李皇推诿成性的做派 更是心中有火 两人经常发生口角 迟迟等不到上级指示的廖耀香 只能让第九兵团暂时驻扎在新力屯 心急如焚地等待国军大佬们炒出个结果 10月18日 东北战局突变 长春国军迟迟等不到有军支援 粮草已断 守军第六师军见识不妙发动兵变 投诚我军 19日 其与守军见大势已去 集体投降 长春解放 此时东野领导们正在为进攻葫芦岛作战前准备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给了林彪灵感 他敏锐地意识到 长春解放是对敌人心态的沉重打击 国军极有可能顺势抛弃整个东北 这是千载难逢的梁机 林彪当机立断 制定了一个载入史册的歼灭战计划 集中东野全部兵力 在廖耀香兵团孤军撤退时半路拦截 将这十万精锐部队一举歼灭 就在林彪构思出了大型歼灭战计划的同一天 国民党大佬们终于勉强炒出了结果 廖耀香率领第九兵团攻打黑山 然后收复锦州 如果战败就前往营口走水路撤退 一心只想守沈阳的魏力皇压根不认同这个方案 他拒绝为廖耀香反攻锦州提供支援 而是大肆搭设浮桥暗示第九兵团撤到沈阳 廖耀香收到蒋介石的微操电报后立刻开拔 马不停蹄地赶往黑山 信如死灰的他根本不愿再和解放军正面交锋 一心只想着脚底抹油赶紧开溜 率大军向黑山挺进 只是因为那里是通往营口的必经之路 林彪预料到了廖耀香的动向 在黑山爱口 猛将梁兴出带领的石纵早已恭候夺时 狭路相逢勇者胜 从10月23日开始 廖耀香兵团使用了上万发炮弹 开动了上千坦克 对黑山发动了数十次冲锋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石纵抱着绝不能让敌人出山海关的决心 死守两天两夜 25日晚上 廖耀香兵团从黑山彻底败退 一将圣勇追穷扣 林彪果断放弃了攻打葫芦岛的作战计划 派遣阳动部队诱敌深入 将廖耀香兵团死死困在了辽西地带 林总 部队已经全乱了 纵队找不到尸 尸找不到团 这个我不管 能找到廖耀香就行 1948年10月27日 东野各纵队在黑山 大湖山 沈阳以北的辽西地带 对国军第九兵团展开大规模歼灭战 东野战士们斗志昂扬 喊着活着廖耀香的口号 奋勇杀敌 10月28日凌晨 辽西歼灭战结束 此战东野共歼灭国军第九兵团十万余人 国军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 新六军全军覆没 主帅廖耀香被俘 据说廖耀香在被我军活捉后 并不服气 还曾质问刘亚楼会不会打仗 刘亚楼身为参谋长 军事能力固然略训东野主帅林彪一筹 但我军的团结一心重置成城 不是个怀鬼胎一盘散沙的国军可以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 当国军高层们怕担责任 相互推为甩锅 主将们免和新部和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时 廖耀香和他的西近兵团就注定了覆灭的结局 一心守沈阳 面对友军遭难无动于衷的魏力皇 最终也没守住沈阳 国军兵败如山道 10月30日 东野机动部队开始起袭沈阳外围阵线 魏力皇守城的本事没有 跑路的能耐很大 连夜坐飞机开溜 主帅临阵脱逃 沈阳城内的国军登时大乱 诸步将领你不忍我不义 干脆全员向东野投诚 1948年11月2日 沈阳和平解放 取得了最终胜利 辽沈战役过后 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兵力 彻底超过了国民党军 东野成为了扭转乾坤的重要军事力量 中原地区全面解放的崭新图景 开始徐徐扑开 国军在东北的覆灭对蒋介石打击极大 自从锦州失守 蒋介石就惶惶不可终日 担心无法向美方交代 廖耀香兵团全军覆没后 他更是气地生了一场大病 自知无法再向美国讨要援助的蒋介石悲痛万分 平生以来最大之失败意味于最大之耻辱 蒋介石下这种定论还是为时过早了 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失败和耻辱在等着他 在中原的淮海地区 华野战神素玉正在摩拳擦掌等着给老蒋介石